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下面进入正题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主题非常浪漫的聚会游戏 叫做十万次相亲 诶 相信很多单身玩家听了这个名字眼前一样 没错 这就是一款被玩家创造恋爱情缘的游戏 它的规则非常简单 主要就是对别人赞美表白 你的表白越猛烈 对方就会越开心 因为游戏的得分主要就是通过表白和被表白产生的 所以如果你有心仪的对象 而有一只羞于开口 那么就不妨带他玩玩这个游戏 缘分的火花有时就这样产生了 这里再介绍一下他的作者 这个游戏的设计师是我们国内的一个漫画家叫水水 十万次相亲也是他的一个漫画作品 他设计的游戏有个特点 就是主题非常贴近咱们身边的生活 而且趣味性也很不错 十万次相亲是他2016年设计的 发行后还推出了这个国际版 参加了16年的德国爱森展 获得了很多国外玩家的好评 非常的赞 17年他还做了两个扩展 分别是五大成就和撩妹48G 我这期视频会把基础和两个扩展都给大家做下介绍 好我们首先看一下他们的基本介绍吧 中文名称十万次相亲 英文名称100,000 Blight Dates 他的作者是个中国人叫水水 发行年份基础2016年 扩展五大成就和撩妹48G2017年 游戏人数3到8人 最佳人数4到6人 游戏时间15到30分钟 游戏机制有手拍管理和收集组合 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个人在等你 总有一个人会给你安心和幸福 如果你已经遇到了这个人请珍惜 如果你还没有遇到这个人要相信缘分 十万字相亲就是一款为玩家创造恋爱缘分的欢乐聚会游戏 它的主题非常浪漫 在游戏中玩家扮演一个单身角色参加一场相亲派对 每个玩家初始都有四项个人魅力 在游戏的过程中还可以不断增加 游戏的核心玩法就是收集其他玩家对应魅力的新一排 随后向他人表白 怕其表白的玩家和被表白的玩家都能获得一定的分数 游戏结束时拥有最多分数的玩家获胜 这款游戏简单易学过程非常开心 因为大家要相互赞美表白 充满了脸红心跳和爱意浓浓 此外游戏中还有很多有趣的事件牌 比如爱的回应 残忍拒绝 家长阻拦等等 种种事件会让游戏的过程跌宕起伏 报效十足 游戏还有两个扩展 分别是五大成就和撩妹48G 下面首先介绍基础版的全部规则 最后再分别讲解两个扩展的内容 好 我们首先看一下基础版的配件介绍 有一份规则说明书 八个角色屏风 这个屏风是可以展开的 游戏时每个玩家会各拿一张代表你扮演的角色 这里是有这个角色的基本信息介绍 这个角色屏风最重要的是每个人有四项初始魅力 比如这个角色就是才华 漂亮 热心和幽默 每个角色的初始魅力组合都不同 这两侧也是这四项初始魅力 它是方便两旁人看的 内侧是一样 方便自己看 内侧的两旁是回合流程和事件牌效果的提示 这个屏风立在自己面前可以用来遮挡你获得的分数 也可以很方便的提醒游戏的规则 有13张魅力牌 这个魅力牌就是给玩家增加新的魅力用的 就是增加你初始魅力之外的魅力 注意 这个每个魅力上面都有一个数字 包括这边也是 这个数字其实就是一个编号 游戏一共有13种魅力 各有一个名字和对应的编号 魅力牌是每种一张一共13张 它的正反面是一样的 有104张心仪牌 这个心仪牌就是对应刚才说的这13种魅力 每种魅力有8张 它是用来向其他玩家表白用的 它的反面是这个样子 有42张事件牌 一共是5种事件 这个具体效果后面会说 它的正面就是事件的文字描述 背面和心仪牌一样 游戏时呢 心仪牌跟事件牌会混在一起 形成一个游戏牌库 有160加暧昧指示物 就是分数 它的这个颜色呢 没有什么特殊含义 每个小心都代表着一分 好 以上就是这个游戏的全部配件了 下面讲设置 这个游戏支持3到8人 不同人数局的规则是一样的 我们用一个四人局来做介绍 大家不要做做好 设置第一步 每个玩家选择一个角色屏风 把它放在自己面前 可以是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 也可以大家随机抽 第二步 把所有的心仪牌跟事件牌 充分的洗混 然后背面朝上放在桌子中央 形成一个游戏牌库 第三步 把13张魅力牌放在桌子一旁 形成一个魅力牌库 这个魅力牌不需要洗 放这就行 然后第四步 根据玩家人数 人数乘以20 数出对应数量的暧昧指示物 形成一个分数区 比如四人局 我们就数出4乘以20 等于80个暧昧指示物 无人局的话就数100个 这个指示物之所以要数呢 是因为它会影响游戏结束的出发条件 我们数完之后 把多余的这些指示物放回盒里就行了 设置第五步 每个玩家分发10张游戏牌 作为你的起始手牌 这个游戏牌呢 我们只自己看 不要让其他玩家看到 我们也可以把它呢 藏在屏分后面 然后再随便选择一个人做起始玩家 这样游戏就准备好了 下面介绍游戏规则 先说一下游戏的概览和目标 这个游戏呢 是回合制 从起始玩家开始 按照顺时针 大家轮流进行自己的回合 直到游戏结束 游戏什么时候结束呢 我们看这个分数区 当我们得分时 就会从这里拿走暧昧指示物 当这个区域的指示物被拿光的时候 游戏就即将结束了 我们会把当前轮进行完就结束 什么叫轮呢 就是每个玩家各进行完一个回合 称之为一轮 这样可以保证游戏结束时 大家进行相等的回合 比如说蓝色玩家先开始的 然后几轮过后呢 到黄色玩家把这个分数拿光了 那么后面的绿色玩家 还可以进行一个回合 他进行完之后 游戏就结束了 我们这个分数用光后 会立刻从盒子里拿新的分数 供继续得分用啊 就是不要担心得不到分了 数出来的这些呢 只是触发游戏结束条件用的 不会影响得分 然后结束后拥有最多暧昧指示物的玩家 就是胜者 好我们下面就展开讲一下 每个玩家轮到自己回合时的细节规则 我为了方便大家看清魅力 我把他们的屏风都放平了 每人的回合有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叫补牌阶段 第二阶段叫行动阶段 我们也可以看自己屏风的右侧有这个回合流程提示 补牌阶段 就是如果你的手牌不足七张 要补到七张 补牌就是从牌库上面抽 比如我的回合开始时 我只剩下两张牌了 那么我就再抽五张 如果一张没有 我就抽七张 如果手牌呢 大于等于七 就不需要补 会跳过这个阶段 第二阶段 行动阶段 就是我们要执行一个行动 游戏呢 有三种行动可供选择 三选其一 注意啊 不是都做 是三选其一 我们一个一个看一下 可选行动A 抓三张牌 这个很简单 就是再抓三张牌到手里 让自己的手牌变得更多 不过注意 游戏规定 在回合结束时 手牌最多是十张 如果多于十了 要把超过的部分选择性的弃掉 这个环节 说明书和提示板有点冲突 说明书上写的是 超过十张的部分 要立刻弃掉 提示板说的是 在回合结束时在弃掉 我问了作者水水 他说以这个提示板的规则为准 就是在回合中 手牌是可以超过十张的 因为有些事件牌的效果 能让你同一个回合 做更多的行动 我们弃掉的牌呢 会放在桌子一旁 当牌库用完后 把气牌重新洗混 形成新的牌库 可选行动B 增加一个新的魅力 这个行动就是从魅力牌库中 挑选一张和自己魅力属性 都不同的牌 放在自己屏风前 从现在开始呢 就是你多了一个魅力 比如我选了一个才华 那么我的魅力就变成了五种 注意只能选择自己没有的魅力 比如我已经有乐观了 我就不能再选乐观了 玩家呢一个回合只能增加一个魅力 但是你可以通过多个回合呢 让自己有更多的魅力 我们注意这个魅力牌 每种就一张是先选先得 如果被别人选走了 那么你就选不了那个魅力了 可选行动C 进行一次表白 这个也是游戏的核心 就是我们通过打出自己手中的新一牌 去进行表白 我们打出的这些牌 结算完也会放到棋牌区 表白分两种 一种呢是向其他玩家表白 一种是向自己表白 向其他玩家表白呢 就是先选择其中一个玩家 然后打出任一张与他这个魅力属性相同的新一牌 边打边说 我好喜欢你 我喜欢你的什么什么 比如我向他表白 我就可以打出 我喜欢你的耐心 喜欢你的漂亮 喜欢你的温柔 等等 注意这个新一牌是可以打任一张 同名的也可以一直打 我可以一直打 喜欢你的温柔 喜欢你的温柔 只要和他魅力相同就行 包括他新增加的那个魅力 但是你不可以不打新一牌 就向别人表白 不能说我奏喜欢你 没有为什么 这是不可以的 至少要打一张 第二种表白方式呢 是向自己表白 就是打出任一张和自己魅力相同的新一牌 可以边拍着胸口说 我喜欢我自己 我喜欢我自己的博乐学 喜欢我的油品 等等 这个呢也是至少要打一张 虽然有些自恋 但是也是允许的 我们注意 表白呢 是每个回合 只能针对一个玩家进行的 只能表白一次 表白是我们游戏重要的得分方式 下面我们说一下怎样算分 先说向他人表白的这种情况 首先 被表白的玩家 一定会固定获得两分 比如我向他表白 他就可以立刻拿走两分 不管这次表白成不成功 因为有的事件会让表白失败 我们得到的分数呢 就藏在自己的评分后面 不要让别人知道你有多少分了 然后表白的玩家 如果没有被特殊事件牌影响 他会根据自己打出的新一牌 获得分数 分数怎样算呢 就是我们把打出的新一牌 按照种类分成套 每套呢不能有重名的 比如我打出的这些新一牌 他就会分成三套 每套呢是张数越多 分数越多 每套的第一张值一分 第二张值两分 第三张值三分 以此类推 然后我们把它们加在一起 就是你这次表白获得的分数 比如如果打出的这些 就是值一加二加三 加一加一 等于八分 然后再说一下 向自己表白的得分 向自己表白 首先没有被表白的那固定两分 我们不会因为向自己表白 先白拿两分 这个没有 其次打出的新一牌 也不论套 就是每张算一分 比如我打出的这些 就是得两分 这个呢就是表白的算分规则 因为这个游戏 被表白的玩家 是能获得分数的 所以不用害羞 大胆说出你的爱 你的表白越猛烈 对方其实越开心 好 那么这个游戏 除了事件牌的部分 就介绍完了 事件牌呢 就是能改变基本规则 我一会儿会讲 我先带大家快速回顾一下 每个玩家的回合流程 第一阶段 先补牌 把手牌补到七张 然后第二阶段 做一个行动 抓三张牌 或者增加一个魅力 或者进行一次表白 三选其一 然后你的回合就结束了 回合结束的时候 注意手牌如果多于十张 要七到十 如果你的手牌很少 甚至没有 都不要抓牌 游戏是每次轮到你的回合 第一阶段的时候 才会让你补牌 这个顺序不要搞错 好 下面再讲一下 事件牌的效果 我们注意 事件牌的打出 并不算你的一个行动 它只是在你符合 打出条件的时候 你就可以打出 游戏呢共有五种事件 我们一个一个看一下 第一种事件叫爱的回应 这个是当其他玩家 向你表白时 你可以打出 代表我也喜欢你 打出它 可以让你立刻获得两分 而且你还可以打出 任一张与表白玩家 魅力相同的新一排 每张新一排 能让你再得一分 比如他向我表白 我有爱的回应 我就可以打出 然后说我也喜欢你 喜欢你的健谈 喜欢你的温柔等等 然后得分呢 就是这个两分 打出的新一排 不用考虑成套 每张一分 说几点 注意细节 第一 这个事件牌 和你被表白时 获得的那固定两分 是没有关系的 那两分仍然会获得 它只是给你提供 更多的额外分数 第二 我们可以只打爱的回应 不加新一排 这样就是你只得两分 第三 注意它的时机 是只有在别人 向你表白时 你可以打出 自己向自己表白的时候 不能用爱的回应 别人向你爱的回应时 你也不能向他爱的回应 还有呢 就是如果你有多张爱的回应 每次只能打一张 好 下面看第二种事件 残忍拒绝 这个呢 也是当其他玩家 向你表白完 你可以打出 代表你不同意 当你打出时 表白玩家会失去 他所有这次表白的得分 就是他打的这些新一排 都作废了 直接弃掉 然后你可以得两分 之后你还可以打出 任一张与表白 玩家魅力都不同的新一排 每张新一排得一分 比如他向我表白 我有残忍拒绝 我打出了 说我不喜欢你 我喜欢热心的 喜欢幽默的 但是你不具备 然后这个得分呢 就是他只两分 每张新一排 不要考虑成套 各一分 注意 它的细节呢 同爱的回应 第一也是这个事件牌 和你被表白时固定那两分 是没有关系的 你就算拒绝它 那两分仍然会获得 第二呢 也是可以只打出残忍拒绝 不加新一排 就是奏不同意 不需要解释 如果你有多张残忍拒绝 也只能打一张 如果爱的回应和残忍拒绝 你都有 只能选择一张打出 不能同时打出 自己向自己表白的时候 不能打残忍拒绝 下面第三种事件 家长阻拒 这个呢 是当其他玩家 向其他玩家表白成功 得分后 你作为旁观者 可以打出 效果是夺走 表白玩家的两分 然后还可以打出 任一张 与表白玩家 这次打出的新一排 相同的新一排 每打出一张 可以再夺走 表白玩家一分 注意 家长阻拒 不会影响 表白玩家的得分 他只是会抢走一些分数 比如 他向他表白了 打出了乐观 幽默和富有 然后呢 他成功 得分了 这时 你可以打出 家长阻拦 去横刀度爱 然后你还可以打出 他本回合出过的新一排 说你不能和他在一起 你不能喜欢他的乐观 你不能喜欢他的富有 得分规则呢 就是这张牌 可以抢走 表白玩家两分 然后每张新一排 不用管套 每张再抢一分 他的注意细节是 第一 这次表白的前提得成功 是他得分后 你才能打家长阻拦 如果他的表白被残忍拒绝了 你就不能打家长阻拦了 第二 获得的分数呢 是从表白玩家的屏风后拿取 而不是从分数区里面拿 如果他的分被抢光了 你就不能获得更多的分数了 注意 这个事件牌不会影响被表白玩家的得分 如果被表白打出了这个爱的回应 他该得多少分 还是得多少分你阻拦不了 你只是能抢表白玩家的分 第三 可以只打家长阻拦 不加新一排 这样就是只抢两分 第四 如果有多个玩家都打出了家长阻拦 则有表白玩家选择一个玩家的家长阻拦生效 然后其他的玩家收回 第五 玩家自己向自己表白时 也可以被别人家长阻拦 好 下面看第四种事件 仰慕已久 这个是当你表白时或者使用爱的回应时 可以同时打出仰慕已久 这样可以让你打出的每张新一排能够再额外获得一分 这个好理解 注意爱的回应时也可以加仰慕已久 他的注意细节呢 第一 仰慕已久的得分效果是要建立在表白成功的前提下 如果你的表白被残忍拒绝了 则他的效果就不会生效了啊 所有的牌还是一分没有 当然如果他配合爱的回应是一定能得到分的 第二 如果你有多张仰慕已久 每次呢也是只能打一张 不能打多张 他的效果是不叠加的 最后第五种事件 精神焕发 这个是在你的行动阶段 当你执行完一个行动后可以打出 然后可以立刻执行一个本回合没有执行过的行动 这个牌很厉害 也正因为有了这张牌才涉及到前面说的 手牌多过十张 是在回合结束时在七角超过的部分 比如我现在手里有十张牌了 我可以选择先抓三张牌 然后打出精神焕发 然后再进行表白 这样我的手牌是可以最大限度的使用 注意 他呢只能执行本回合没有执行过的行动 我抓完三张牌了 打出精神焕发 也不能再抓三张牌了 只能做另外两种行动 也就是说 一个玩家的回合 他最多只能打出两张精神焕发 把三种行动都做一遍 好 这就是这五种事件牌的使用效果 合理利用它们可以让你的得分更如鱼得水 也让游戏跌宕起伏 欢乐十足 那么基础版的全部规则就介绍完了 注意游戏的结束是当得分区的分数被抓光 把该轮进行完就结束 获得最多分数的玩家获胜 好 下面带大家模拟一段实战 我邀请了我的三个小伙伴 这位是小水 大家好 这位是水水 大家好 她也是这个游戏的设计师 很容易把她邀请过来了 这位是宇童 大家好 好 我们下面就模拟一下 游戏刚开始的样子 每人发了十张手牌 我们现在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的角色 我用的是十万里 是个程序员 我的魅力是才华高大健谈油品 我的角色是花丛飞 我是个超市专员 我的魅力是才华漂亮热心幽默 我用的角色叫水水 也是个画门画的 她用的是她自己 我的魅力是耐心 细心幽默油品 我是不心爱银行之员 我的魅力是乐观漂亮油品博学 好 我发现那个问题 咱们都不富有 好 下面我们就模拟游戏 我当气势玩家吧 首先第一阶段补牌 因为我大一期不需要补 然后第二阶段行动 我决定先拿一个魅力 我要这个富有 你变成了先富起来的人 对 这样我就是唯一富有的人了 然后我打精神换发 我决定向花丛飞进行表白 开心得两分 我喜欢你的漂亮漂亮 热心热心和才华 希望你能接受 你夸得我很开心 我同意了 好 那么我就得到 1加2加3加1加2 我得9分 等一下 你俩不能结合 因为你们是亲生兄妹 而且你也不能只喜欢她 才华漂亮 也很夫妻的东西 你要找一个真正对你好的人 不许的话先给我5分吧 2加1加1加1 就是想抢我的分 好吧 那么我的回合就结束了 然后我的手牌呢 没有杂鱼石 就不需要气 前面就进入小水的回合 我是十张牌 不需要补牌 好的 我要对不心爱表白 我对你仰慕已久 好开心 得两分 我喜欢你的漂亮博学 有品乐观 还喜欢你的漂亮博学 果然是仰慕已久 是啊 这么喜欢我要有爱的回应 先来两分 来呀 你很幽默 还很漂亮 尤其是很热心 我同意了 哎呀 这俩人刷的飞起啊 阻拦他们阻拦他们 没有了用过了 咱们这我们在一起了 咱们这 好吧 那我们算分 你这边呢是1加2加3加4 再加1加2是13分 因为你打了仰慕已久 每张牌能再得1分 就是19分 19分 哇 19分 直接就赢了 你的这个2分拿过了啊 然后你的这个牌 每张1分 你再拿5分 哎呀 5分 都该赢了 好掩护啊 好羡慕啊 对啊 你说我好不容易得点 出来被你抢走了 好 好 那么你的回合还有吗 到谁 我结束了我的回合 好 那么现在进入水水的回合 OK 补牌阶段 先补充到7张 我现在只有6张 所以摸一张 嗯 然后我的行动阶段 我决定再摸三张手牌 然后我决定再打一张竞争合法 我可以再做一个 除了刚才做过的行动之外的行动 啊 根据我现在手里的牌的情况 以大家的魅力情况 我决定像 像我 一群表白 一群 我先拿两分 我喜欢你的富有 嗯 我喜欢你的富有 这个还是有钱 我喜欢你的富有 你这个肤浅的人类 我知道是这样 但是我还是喜欢他 呵呵 就喜欢我的钱了 很高的 嗯 高的 还有一个 没有了 就这样 我就是喜欢高和富 我就是这么富 所以他败着3分了 应该是8分 行 那你别算了 我残忍拒绝 好残忍啊 你拒绝我是因为什么 我先拿两分拒绝的分啊 好 我不喜欢你是因为因为你不够博学 你要多看会数据 我明白了 对 你说我长得诚 呵呵呵 我再得两分啊 两个博学 好 人丑就要多读书 行我不愉快 多读书就能变漂亮 嗯 啊 啊 啊 你还进行 还有比较行动吗 没有事了 我放心了 那到我了 我只有4张手牌 首先要补齐7张 嗯 然后打出一张杨米酒 对我表白吗 但是我是要对自己表白 啊 因为我很博学 我还很有品 最重要的是我很乐观 读书多了就开始自量 哈哈 这一套又得一堆分 那我给你几分啊 呃 对自己表白 首先是没有那两分的 然后每张牌只有一分 就是6分 然后你有仰慕于酒 再来一遍 就是12分 12分 12分 好游戏就这样进行 我们就不继续模拟了 下面我们再看这两个扩展 增加了什么内容 先看五大成就 配件方面有一份说明书 16张成就卡牌 96个牵手指示物 和90个新的暧昧指示物 这个新的暧昧指示物呢 就是如果你买了扩展 就可以不用基础版的这个 小心指示物了 啊 改用这个积分呢 会更方便 它上面的数值就是代表 对应的分数 呃 牵手指示物是对应每个角色 各有8枚 基础有8个角色 但是这个牵手指示物呢 是12个角色的 因为另外一个扩展48G里面 还会有4个新增角色啊 它就是12个角色乘以8 等于96枚 这个指示物呢 一面是头像啊 一面是手牵手的一个符号 这个扩展的核心是增加了一个成就系统 游戏在设置的时候 除了基本设置以外 每个玩家还会拿取6枚自己角色 对应的牵手指示物啊 把它放在你的屏风前面 注意是拿6枚 每个角色呢 给了8枚 有两个是备用的 然后在游戏过程中 当一个玩家向另外一个玩家进行表白时 表白玩家就可以立刻获得被表白玩家的一枚牵手标记啊 比如我向他表白 我就拿走他的一个牵手标记 获得的牵手标记呢 是放在自己屏风的后面啊 是一个隐藏的 自己剩余的呢 是放在前面公开的 注意是只要进行表白行动 就可以获得牵手标记 不管成不成功都可以得到啊 无论是不是被残忍拒绝 还是家长阻拦都不会影响你得这个牵手标记 但是每个玩家只有6枚牵手标记 如果被拿光了 再向他表白就得不到了 自己向自己表白时 不会获得自己的牵手标记 这个牵手标记有什么用呢 它就是在游戏结束时计算成就用的 游戏一共有5种成就 第一种叫牵手成功 如果你获得对方的牵手标记不少于两个 同时对方获得你的牵手标记 也不少于两个的话 你俩就叫牵手成功啊 你俩会各得一张这个牌 这个牌呢是值5分 比如游戏结束时 4个玩家是这个样子啊 他们上面的这个标记 就是他们获得的牵手标记 则蓝色玩家跟黄色玩家互为牵手成功 因为他们获得的对方的牵手标记 都有两个以上啊 他们就获得这个成就卡 蓝色玩家跟绿色玩家呢 也叫互为牵手成功 也可以获得成就卡 其他的就没有了 比如蓝色玩家 虽然得到红色玩家的两个牵手标记 但是红色玩家并没有得到他两个以上 所以就没有牵手成功 这个牌呢 也就是可以被一个玩家获得多次的成就 只要达成目标就可以 它一共有12张 万一不够用了 我们找其他东西代替就行 第二种成就叫求爱专家 他是获得牵手标记总数最多的唯一玩家 可以获得这个成就 他是值10分啊 就是我们看谁获得的标记总数最多 注意是唯一玩家 如果有多个人同时达成要求 则没有人获得这个成就 他只有一张 像现在呢 就是蓝色玩家能获得这个成就 因为他总数最多是6枚 第三种 持情达人 这个是获得同一种类牵手标记数量最多的唯一玩家能获得这个成就 也是值10分啊 像现在呢 就是黄色玩家 因为他蓝色种类 他是三个 是全场最多 第四种叫花花公子 他是获得最多不同种类的牵手标记的唯一玩家能获得这个成就 像现在呢 他们三个玩家都是各获得了三种 也就是共同打平 则没有人获得这个成就 最后一个成就叫大众情人 是自己的牵手标记 剩余最少的唯一玩家可以获得这个成就 像现在就是蓝色玩家 他生的最少 好 这个就是五大成就的内容 他就是在游戏结束时多了一种得分方式 注意这些成就卡是在结束时才给大家进行结算的 下面看第二个扩展 撩妹48G 配件方面他有两份说明书 其中有一个是二人的变体规则 有四个新的角色屏风 注意这个角色呢 虽然增加到了12个 但是游戏最多还是8个人玩 他只是增加了四种不同的初始魅力组合 12张角色成长面板 这个呢 是每个角色会对应有一张 48张技能牌 4张购买区牌 和4张空白的可以DIY的技能牌 这个客展的核心就是加入了技能和成长面板 技能牌呢 48张 每张都不同 游戏时我们可以把它买到自己面前 增加自己的特殊能力 这些技能你获得后 具体的生效时机和效果都是要读牌上的文字 比如道貌岸然 你每次表白时可以立即摸两张牌 得寸进尺你的回合结束时将此牌洗回技能牌库 你能立即额外执行一个回合 每张都不同 不同的技能组合呢 让游戏的耐玩性也得到了提高 成长面板是对应每个角色各有一张 它呢会放在角色的屏风前 它上面是有这个角色的专属技能 就是它出生时就带的能力 还有它能决定该角色最多能掌握几个技能和新增多少的魅力 它是有这个技能槽和魅力槽的 不同角色它这个槽的数量也是有区别的 也就是说加入了技能扩展 我们拥有的额外魅力牌就不是无限的了 它是根据你的成长面板来决定的 在游戏结束时 如果某些槽没有被添满 还会扣除相应的分数 就是它上面画了多少颗破损的心 就要扣除对应的分数 我们往这个面板上放技能或魅力的时候 是自己决定优先往哪个槽上放的 但是放上去了就不能再更改位置了 好下面说一下 加入这个扩展在设置上面的变化 模拟一个三人局 在基本设置之外 第一我们要给每个角色对应的成长面板 放在自己的屏风前面 第二把技能购买区牌 按照左下角的数字 1234排列在桌子中央 然后把技能牌充分的洗混 在123购买区上面 正面朝上各放置一张技能牌 然后把剩下的技能牌背面朝上 放置在购买区4上面 第三我们从数好的这个分数区中 按照游戏顺位给大家发一些初始分数 第一位和第二位玩家分别得一分 三四位玩家分别得两分 第五六位玩家分别得三分 第七八位玩家分别得四分 比如现在如果蓝色玩家是骑士玩家的话呢 就是蓝色跟黄色玩家每人会发一分 然后绿色玩家呢会得两分 我们注意发的分数是从数好的分数区中选的 而不是额外拿的 好这样游戏就设置好了 游戏规则上面的变化 就是记得我们有专属技能了想的使用 另外获得魅力牌时 要放在自己的魅力槽中 然后你回合的任何时候 你都可以花费暧昧指示物 去购买一个技能 费用呢是按照购买区的价格 一号区域呢是四暧昧 二号区域五暧昧 三号区域六暧昧 四号区域是花五暧昧 买一二三号区域的技能牌呢是明着哪 买四号的话是按抽第一张 我们买好的技能呢 就是放在自己的技能槽上 注意购买技能是可以在你回合的任何时候 买完它就立刻生效了 因为不同技能的生效时机点不同 所以要看好描述 决定在什么时候买是最优的 注意这个技能牌 每回合只能买一张 你的指示物再多 你也不能买第二个技能 当然你可以选择不买 每回合你还能进行一次技能牌的重洗 就是花费两个暧昧分数 把技能牌重新洗混 然后再重新分配到购买区上去 就是如果技能你都不想要 就可以洗一次再进行购买 重洗呢 也是每回合限定一次 另外注意我们花费的所有这个暧昧分数呢 都要归还到分数区 而不是移除游戏啊 因为这个会影响我们游戏结束的条件 玩家回合结束时 如果他买了技能 让这个购买区有了空位 则会把技能牌往小数上面移动 然后翻开新的技能牌 补上空位 如果本回合没有购买这个技能呢 他们就不会移动 这就是购买技能的规则 另外补充说明两点 第一如果你的技能槽或魅力槽已经放满了 还能不能获得新的技能或魅力呢 答是可以的 但是要选择弃掉对应的牌 如果我们弃掉的是这个魅力牌 就要把它返回魅力区 如果弃掉的是技能牌 就重洗到技能牌库 第二这个公共区的分数被拿光后 如果又因为有玩家购买技能归还了分数 这个游戏会不会依旧触发了结束轮呢 答是的 只要分数区一旦被拿光就触发结束轮了 无论是否再归还回来分数 好 这个技能扩展的规则就介绍完了 另外这个扩展还有一个二人变体规则 我简单说一下 游戏本是支持三到八人 如果你们只有两人想玩怎么办呢 就是可以加入一个中立的机器人 这个机器人呢 我们只给他屏风 不给他这个成长面板 也不给他排 轮到他的回合时 他只做表白行动 不会补牌 也不会获得魅力 也不会买技能啊 他怎么表白呢 就是从这个牌库区翻出三张新衣牌 如果我们翻到了事件牌 就直接弃掉啊 翻到三张新衣牌为止 然后他就去看这三张新衣牌 和哪个玩家的魅力匹配的多 哪个多 他就向谁表白 比如现在呢 他就是匹配上了黄色玩家的一个温柔 这个蓝色玩家没有匹配上 则他就向这个黄色玩家表白 如果都没匹配上 则机器人就不表白 回合直接结束 如果匹配的数量相同 他就会继续抽新衣牌 直到某个玩家 这个匹配更多为止 机器人的这次表白行动呢 玩家是可以用事件牌去正常回应 最后算分呢 也是同正常规则一样 机器人如果得分的话 就会把分放在他的屏幕后面 然后玩家的回合 也可以向机器人发起表白 表白后呢 会翻开一张牌库顶的牌 如果是新衣牌 则代表这次表白成功了 如果翻出的是事件牌 不管什么事件 则代表机器人打出了残忍拒绝 后续的得分包括使用其他事件牌 依然同正常规则一样 这个呢就是二人的一个变体规则 当然你们也可以选择加入更多的机器人 好 那么这两个扩展的全部规则就介绍完了 他们呢是可以分别加入基础游戏 也可以一起加入基础游戏 最后再说一下收纳建议 基础里的这个方牌尺寸比较特殊 是60x60毫米 我们有找到合适的牌套 扩展里面的这个技能卡跟成就卡 都是用59x93毫米的牌套 一共是68张 我们套好牌套后 把它们分类放在这些缩红袋里就好 我个人呢是喜欢把基础和扩展的配件分开 就是各方各的合理 这样方便我们有选择性的加入这些扩展 好 这样游戏就收纳好了 最后总结一下吧 十万字相亲这个游戏规则简单 过程欢乐是一个很不错的聚会游戏 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相亲社交手段 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欢乐得分游戏 这两个扩展的加入呢 也让这个游戏的内容变得更加丰富 不同技能的搭配和成就系统 让这个游戏的策略度和耐玩性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非常的不错 这个游戏是咱们中国人自己设计的 这里我也想说一下 我们中国设计桌游的智慧绝对是没得说的 像麻将围棋等等传统桌游 其实早就享誉了世界 只不过就是现代桌游起步比较晚 但是我相信将来会有一大批优秀的中国原创桌游涌向世界 其实近几年就已经有了一批优秀的原创设计师和作品了 为他们点赞 总之希望中国桌游越来越好 少一些盗版山寨 少一些抄袭换皮 中国桌游加油 好 那么这期视频就为大家介绍这么多 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可以关注我们的优顾空间和B站主页 我的微信公众号也欢迎大家关注 有想购买正买桌游需求的呢 可以来我的淘宝小店一群桌游 想和我交朋友的呢 也可以加我的微信 注明桌游即可 好 本期节目就接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